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欢迎收看今天的G1变连弓 完全色谱评 本期是第一时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人物的话 应该是一个在八天虎里面 人气最高的角色 就是这个声波 声波的话 他是一个负责情报人员 那么他的话也是 深受了这个威廉天的气重 我们可以看到声波的面部在这里 声波的面部的话 就是这个狂派的标准 我们看居然有这么一位成员 可以有幸成为这个狂派的标准 可见这个威廉天的话 对他有多么的气重 那么他的话是一个录音机的形态 那么平时负责情报的收集 这个玩具的话是非常的可爱 那么应该是这个极条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小玩具了 那么他的变形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进行一个变形 跟G1是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进行一个向下的一个翻转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扭转 到这个角度 然后足部的话 把它这样的扭转出来 非常非常的小 好 那么这边的话 进行一个扭转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扭转 跟G1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足部的话 把它这样的一个推出来 好的 然后手部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的一个扭转过来 然后肘部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微微的一个可动 真的是不错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这样 好的 头部直接把它提上来 头部的话 不能进行一个转动 好的 然后的话 他的一些武器的话 是收纳于这个小背包里面 那么作为这个录音机形态的话 这个地方是盛放电池的 然后这个小盖子 我们把它打开 好的 那么打开之后的话 就这个两局这个5号电池 那么骑士的话 可以把它拿出来 好的 我们把这个再给它合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合上之后 那么两把武器的话 一把可以把它放于这个尖头 好的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尖头 一个小的一个孔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好的 然后另外把的话 可以拿握于手中 那么进行一个火力的倾泻 那么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放到手中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好盛放 那么就像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他的胸口的话 还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其实里边还有一盘磁带 磁带的话 是可以变成这个一个机械狗 这个是非常难打开 我们借助个小工具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把它这样的打开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 好的 那么可以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地方打开的话 应该是可以放一盘小磁带的 在这个地方 好的 那么我那边磁带的话 是这个目前不在手中 这个磁带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变形 磁带的话 是可以把它变成一只小狗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部分 好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合上 好的 那么这个声波的话 首先它是出货这个盗版的 那么正版盗版的主要区别的话 就是看这个胸口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是连着的 那么就是盗版的 如果的话是要这个分段式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正版的涂装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高度对比 那么比如说 如果把它和威灿天放到一起的话 它其实还比威灿天的话 要稍微的高出一点点 那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优势 那么另外的话 我觉得这个玩具的话 它的可动性的话 简直是无敌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手部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大回环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一个肘部的运动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前踢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么一个 向前的威灰的可动 足部也有可动性 所以这个玩具的话 觉得是非常值得 拿来进行一个购录 好了 那么这个玩具 我的购录时间的话 差不多又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那么也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玩的 这么一个小声波 好 我们今天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See you next time